其实兄弟你想想 你有老婆 有孩子 日子其实挺好的 是吧 是 你不反省一下自己 你不怪自己 你骂老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辞职之前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如果卖得好 有替成吗 有 也能倒个三千左右 差不多 他是放弃了 三千块钱的工作 回家来带孩子的 这个放弃的叫机会成本 放弃的这个机会成本 就相当于是他挣的钱 现在对于全职妈妈 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不好 全职妈妈 他叫职业主妇 是一种职业 职业主妇对吧 它是有经济价值的 你请保姆是不是要花钱 你送到学校里面 哪怕上个早觉 是不是要花钱 让任何人照顾你这个孩子 是不是都要花钱 这个钱给你省下 这就产出了经济价值 所以他叫职业主妇 所以我还要回到最前面去 想想自己的责任 你是一个爸爸 你是一个老公 你要摆大爷的谱 可以 先扛起这个家来再说 听我来说那意思了吧 听我呢 要尽自己在家庭里的义务和责任 来来来 其实我也气愤啊 但我听着听着多少 听出一些悲凉 我觉得这个男人身上 可气的成分固然多 还有一种麻木 请不吝点赞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样的一档节目 希望他跟我好好过日子 你感觉到了危险 有点 其实 对你好也好 不帮你带孩子也好 对你不好也好 这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深入骨髓地认为 自己是个男人 他就有天然的优势 而你就应该在家里 像个保姆一样去干活 这是最可怕的 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条 你拿他别的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 我们看过太多 类似于这样的题材和采访 这些男人天不怕地不怕 因为父母都是这么相处的 他唯一怕的就是 老婆真的离自己远 孩子真的离自己远 自己又是一个光棍 他心里会真的害怕 你必须让他切肤之痛地感觉到 如果一旦这个家散了 他又恢复成一个光棍 回家里 光棍都是冷得没人疼 没人爱的时候 他会真的感觉到害怕 但前提是你 你必须要有感于下这样的决心 你要让他感受到 如果你真的就这样再对我下去 我是真的会从你的生活当中 彻底地消失 他就一定怕 好吗 唯一的钥匙在于你的态度 就这样 这个里面其实就有一个 这是最难改变的就是观点和观念 其实就是要改变 你还年轻嘛 28岁 就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 你应该改变一下 我指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 你有怕的对吧 我愿意相信 如果你们之间有爱 你们拿对对方的爱和对孩子的爱 一定能把这个坎给渡过去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以前对你不好 在这跟你说上对不起 以后我会好好对你 多做点家务 多照顾照顾孩子 帮你做着饭上去 以后咱俩共同努力 希望能把这个家过得更好 那你以后还发脾气吗 不发脾气的 那你还骂人吗 不骂人了 那你笑起双方父母吗 笑着 那你以后还跟双方父母 顶嘴吗 不顶嘴了 你把那个自尊身为 能放下一点就行了 行 我知道了 那你以后 回到家里的 还是摔摔打打吗 不摔摔打打的了 对你好好的 我说啥 是啥 你说啥 是啥 行 谢谢两位 你也讨论